天文台在下午12時40分 改發3號強風訊號 我們先看看離坦的路徑 在下午1時 熱帶風暴離坦集結在香港的西北 大約是170公里 預計它會向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動 以時速22公里橫過廣東內陸 並且逐漸減弱 由於離坦逐步繼續橫過廣東的內陸 而且繼續減弱 本港的風力持續緩和 當本港的風力進一步緩和時 天文台會考慮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雖然本港的風力持續緩和 但是初時在西部高地和離岸的地區 風力都會達到裂風的程度 如果我們轉過來看看雷達的影像 我們仍然會受到離坦的外圍雨帶所影響 所以仍然會有狂風遮雨 我們來看看下午和今晚的詳細天氣預測 風方面會吹強風程度的西南風 而初時高地間中會吹裂風 風勢會逐漸緩和 天色方面會多雲有狂風遮雨 而海會有大浪和湧浪 大家要留意 再展望到明天的時候仍然會有狂風遮雨 而初時海會有大浪和湧浪 再遠一點 隨後一兩天天氣會逐步好轉